字幕翻译 李宗盛 OK 那么非常非常感谢海德莉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副剧 我们现在来到超市去一块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鲜的食材啊 还有一些我在海外经常吃的一些卖片 看看能不能用我们自己的制作 来带给大家一些比较新鲜的 可口的 然后下次健身美食 我们走吧 那边是要喝多的 我们这个瓶子爱了几个年 这两款饼干是在去法国旅游的时候 我记得是有吃过的 本身没什么味道 咱们准备可以看到外面包装有点盐 这个吃不上就是没啥味 所以我觉得这个 它这个原本的味道可以咱们这样的这个 拿马粉吃啊 或者是能不能调教出一个新的吃法 哈喽 大家好 我们马上来开始做咱们今天的这个美食 今天主要的这个食材呢是牛油果黄 部主呢 咱们在这边先切个牛油果 咱们给人看一下 那么今天的食材呢还是跟昨天一样 我们海德里的 冰淇淋 生长白 然后刚刚那已经切好咱们的这个 今天主角了 牛油果 好的 赶紧去看一下吧 OK 必然是两勺海德里的如今蛋白 好的 咱们这是这个罐子 加上这个蛋白粉的这个重量 我们的蛋白粉其实是每勺有33克 所以这边是66克 加上这个罐子呢有一个将近100多克 好的 没问题 原来放的量呢每个人的喜好不同 我呢喜欢放的稍微稠一点 今天重头戏呢是咱们的这个牛油果 男生吧 毕竟没有那么细心 所以这个牛油果呢我切的并不是大小都一样的 所以呢 咱们到时候怎么吃呢 给大家展示一下 在这个步骤呢我想先跟大家说一想 尽量的把这个牛油果的边角啊 像这样把它做的稍微匀秤一点 牛油果块状的大小呢是没关系的 牛油果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 如果喜欢吃比较轻的呢 我们就要多一个步骤 如果比较吃熟的呢就会轻松很多 咱们今天这个选的正好不轻不熟 这正好 所以说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好 咱们把两个牙签呢 把这个搓个小洞 每个都一样啊 可以看出这个搓的过程当中很滑 因为这个基本上已经熟透了 就比较好搓 整个弄下去呢就会比较简单 那么搓这个小洞是为啥呢 咱们马上就能看到了啊 我们现在呢已经把牛油果给处理好了 牛油果块 然后呢马上要打开咱们今天的这个 也是这种东西啊 咱们的法国的这个面包饼干 一个呢就这么长的 比较的酥脆 嗯 嗯 OK 首先呢咱们把这个处理好的 蛋白粉酱呢 全部都放到边上 可以看到比较粘稠哦 嗯 红身已经是蛋白粉的这个牛油果了 撒上这些喜欢吃的银脉 你说太清楚了耶 OK 这样子呢一个 香甜可口 量又足了 又有燕麦 又有酸酸甜甜的水果缸的这么一个 牛油果 蒸鸡麦片棒呢就做好了 我们准备呢把下面呢全部都这么做 做好之后呢再放到冰柜里面去冷冻一下 等到加仓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拿算了 那么今天咱们这个 牛油果蒸鸡 燕麦蛋白棒呢就做好了 是不是样子很Q呢 咱们还差一步啊 放到冰柜里面去冰柜之后呢 我们就更加的这个清爽 因为里面是大块的牛油果 外面是这个脆水的燕麦 还有咱们这个 饼干本身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咸味 吃起来呢也比较的 味道比较中和 好了 不过呢就这个手比较容易脏哦 好了小伙伴们 你们学会了吧 冷冰去了一个三五的 冰茶比谁 ok 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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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